文身 俗称自清 古文言文中叫你 用有默的针 刺入皮肤底层 而在皮肤上制造一些 图案或字眼出来 在身体上刺绣各种花纹 一世纪想 崇拜 很多人认为 文身是美丽 神秘 性感 美丽 信仰的象征 比如在泰国 就很流行佛教文身 每年三月 曼谷近郊的文身 和佛同府 都会举行大规模的 文身节庆典 总是会聚集近万民 泰国民众和信徒 来求取佛教文身 最近 有一位泰国小伙 和他的文身火了 引发整个泰国上下 任意纷纷 原来这位小伙 辛辛苦苦 终于盘了一位 漂亮的女朋友 为了表示对爱情的 忠贞不渝 天长地久 他把女朋友的头像 作为文身 刺到了自己的胸口上 可惜 偏有菩萨风云 才过了半年 他的女朋友 就因为一片小事 和他闹翻了 不但宣布分手 还言之早早说 老死不相往来 小伙子失恋后 心情很低落 特别是看到 前女友的头像文身 简直是痛不欲生 为了告别这段恋情 为此 他决定把文身去掉 不过 文身没那么好消除 聪明的文身师 建议他把文身改一下 于是 这名男子请刺青师 将女友头像的刺青 改成了狗头 花了四小时 经过刺青师的巧手之后 男子原来的文身 被改造成 一个可爱的狗图案 不少网友看到之后 纷纷逗趣表示 真的是爱到变成一条狗 但还有更多网友 不面担心 万一以后 他和他女友 都回心转移 重新在一起了 怎么办 你又看到自己变狗了 会不会把小伙打死 毕竟 年轻人很容易冲动 说分就分 说合就合 还有传言书 只要刺了爱人的头像 和名字之后 十之八九注定分离 不得不说 恋爱不易 且行且珍惜 分手很痛苦 文身需谨慎啊 不单单是普通情侣 会把对象 文在自己身上 明星也会为爱改文身 据美国媒体报道 酷爱纹身的 特拉韦斯巴克 日前为了他的未婚妻 考特尼卡戴山 在自己的嘴唇上 纹了一个纹身 以遮盖在同样位置上 献给前妻 沙纳莫克勒的九次情 媒体分析称 特拉韦斯巴克的嘴唇刺青 并不是他唯一修改的地方 不久前 他就用黑色的鞋子 盖住了他在公二头机上 献给前妻的纹身图啊 并在蝎子故事的尖端加上了 考特尼卡戴山的印记 这位前本苦182部首 将于下个月的学生日 庆祝自己的46岁生日 天蝎座的他喜欢 蝎子造型的刺青图案 在天蝎座季节 特拉韦斯巴克和考特尼 是如此的恩爱 真令人羡慕 恭喜你们两个 巴克的纹身艺术家 斯科特卡贝尔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说 巴克还发布了一张纹身照片 和考特尼抚摸他 新自清图案的照片 据这位纹身视角 这也并不是巴克 为纪念他新的未婚妻 而修改的唯一纹身了 自从考特尼宣布 与特拉韦斯相爱并交往以来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考特尼就说服男朋友 特拉韦斯巴克 修改身上的刺青 考特尼小心翼翼地在 巴克的皮肤上写下 我爱你的字样 巴克也称赞他做得非常好 称这位时装品牌创始人 是他的最佳纹身艺术家 特拉韦斯巴克的 另一个纹身 上面写着你真虎 还有一颗小红星图案 这也是他送给 未婚妻考特尼的 网友们表示 这可能是特拉韦斯巴克 自己纹上去的 据这对名人情侣表示 这个纹身的创意和文字 来自二人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婚听塔伦蒂诺的 真是浪漫 一位消息人士讲 特拉韦斯巴克 和考特尼卡戴山 在半月早些时候订婚了 当时 特拉韦斯带着考特尼 走到海滩上 路过自己精心设计好的地点时 摆成星星灯阿烛和红玫瑰 突然亮起 这时 巴克向考特尼求婚 并且成功 这非常浪漫 结果也使得这对情侣 欣喜若狂 该消息人士还说 这对情侣的一些家人 也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切 随后考特尼分享了 浪漫求婚的照片 证实了这一消息 他写下了 永远 特拉韦斯巴克 巴克也在他的帖子下评论 永远 有因爱情改纹身 就有因亲情改纹身 加拿大纹身师 随夫皮斯 十年前 他在老婆的身上亲自 赐下了一个纹身作品 那是他们家三个孩子的样子 然而现在 他又亲手给这个刺青 做了一次修改 因为他们家 15岁的孩子S 决定变性成为男孩子 S生来有些不同 他不喜欢像姐妹那样穿裙子 玩芭比娃娃 S喜欢空手道 小狗和宇宙飞船 在两岁时 他宣布自己为男孩 即使是去理发 S都要求 简称俐落的短发 原文身上那个 粉色衣服的小女孩 现在被改成了 身穿蓝色衣服的男孩 女孩脖子上的花 改成了弹弓 辫子也隐藏起来 夫妇俩说 很多变性人都不愿意 面对自己以前的照片 S今年15岁了 一直想当男孩子 做父母的也支持他 只要他开心就好 希望他能做自己 他一点都不喜欢做女孩 非常抵触自己的性别 每天换失到12岁衣服 还是觉得不舒服 之后我们为他换上了 男孩常穿的蓝色毛衣 他竟坚持穿了6个月 此外 他还常常扮演男孩的角色 以男孩的口吻书话 切出 夫妇俩担心米娅的行为 会影响他与同龄人之间 更有一关系 在学校里 他甚至都不和其他同学接触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 观察和考虑 他们还是决定 尊重孩子的选择 并准备在适当的年龄 长期变形 举悉 目前 夫妇已将女儿 送到新的学校就读 在新学校里 每一个人都把S 当成一个男孩 S再每天都活得很开心 也比以前活泼开朗了 变成男孩的S 看见妈妈身上的纹身 也特别感动 她知道就算不用说什么 瞬间就明白爸爸妈妈 在用这种无声的方式支持自己 每次拥有家人毫无疑问的支持 那样的支持 比皮肤上的图案更深刻 更真实 也因为有家人 完全的包容和尊重 她更有勇气面对之后的人生 这对父母的理智和勇气 令人佩服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父母 都能放手 做到如此低步呢 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国外就有一名男子 因为纹身闹出了尴尬事件 据报道 国外一名男子将结婚日期 纹在了手臂上 但却因为酒店意外关闭 导致婚礼改期 据悉 英国兰开夏郡的 麦卡奎 和未婚妻 Linda Brown 准备于今年8月5日 在Best SN Park 酒店举办婚礼 但酒店的意外关闭 导致数十对夫妻都陷入了困境 一些夫妇还来到酒店 要求退款 对此酒店员工选择报警 准新郎麦卡 将自己的大喜之日 温在了左手上 他说 我们从来没想过 酒店会关闭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酒店 他们有一个 古老的中世纪大厅 装修后看起来忘记了 但自从我预订之后 酒店已经临时关闭两次了 这都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不是政府要求的 麦卡奥的家人 也计划从美国过来参加婚礼 而且也预订了这家酒店 现在 麦卡奥担心他们 再也无法收回这些定金 但是对于麦卡奥来说 更糟糕的是 手臂上的婚礼日期纹身 面对这场折腾 这对新人一直在想 家人和朋友征求意见 麦卡奥说 有人建议我们去跳伞 也有人说我们以后 就直接撒个谎 告诉别人纹身写的 就是结婚的日期 但无论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要让他令人难忘 后来 这对夫妇将婚礼改成了第二天 麦卡奥也将纹身中的五日 改成了六日 不过具体的时间 已经无法修改 虽然表示崩溃 两个人还是积极乐观 对这个意外一笑置之 生活中 每个人表达爱意的方式 都有所不同 有的人大胆直接 也有人含蓄内敛 有一名男子为了 他对妻子的爱 将结婚纪念日 闻到了手指上 但结果却让人意外 32岁的男子 在婚礼两周后就忘记了 结婚纪念日 因为他手指上 闻错了日期 这是来自约克32岁的 米瓦将维恩洛马克斯 和29岁的新婚妻子 纳塔利洛马克斯 他们结婚才仅仅只有两周 据了解 直到六周后 纳塔利在一次聚会上 告诉朋友 她的浪漫举动 而因为这个机会 这对夫妇才意识到 丈夫给了这位纹身艺术家 错误的日期 就是把2017年8月25日 换成了7月25日 他们看到这样的场景 显得非常的尴尬 纳塔利说 她基本上概括了 我们的现状 一切都是笑料和笑话 因为这位丈夫是个 自顾的尼瓦将 她不能在工作中 带结婚戒指 所以他们选择了 纹身的方法 来代替带婚戒 所以他们在婚礼之前说过 我们会在那天拿到戒指 然后她会把我的名字 纹在她手指的一边 把婚礼的日期 纹在她的手指的另一边 但是这位丈夫 却忘了他们结婚的日子 把8月份纹成了7月份 不过后来发现之后 这位丈夫马上就去 让纹身师给修改了回来 这位亲子称 我看到丈夫每一次 都经历着痛苦 我就想笑一次 其实每一个纹身 都有一个不同的故事 可能每一个看起来 华丽酷炫的纹身背后 都有自己对生活的某种体验 或是感受 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纹身 也是自己 独有的人生路上的见证 不求其他 可能只求自己 在短暂的疼痛之后 游泳不褪色的记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如何看待这件事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